我现在在澳洲 上飞机了 我们要在新加坡转机 但是北京会去西加坡延误了 这次我要前往澳洲的布里斯班 参加寻找Smart精灵5号全球首秀的发现之旅 一起去寻找Smart的第三位精灵 从北京出发坐6个小时飞机 到达新加坡转机 再坐9个小时飞机 到达布里斯班 试试啊试试啊 这都没水喝 这段行程确实让我感到有些劳累 嗯 倒就这样了 到达布里斯班后 我接了一台精灵3号 要开车两个多小时 前往黄金海岸 我们途经了布里斯班的奔驰大楼 在这里Smart卖的要比国内贵出一倍 同时我们还坐了小船 游了布里斯班河 我们现在游船去 对吧 当然 黄金海岸我们也去了 体验到了当地人对自然的向往 慢节奏的生活 它们就像烤拉一样 真的非常慢 同时我还知道了一件事 烤拉就像水果一样 它长在树上 熟了呢 就摘下来供我们拍照 今天晚上酒店住大森林里 最后我们到达了地点 一片森林的门口 这就是我们的终点站 我们现在要走进雨林体验声音之旅 然后最后到Smart的范围现场 刚才走到后边的树那边 就是去听树的声音 然后现在走到海边 去聆听大海大自然 这样的一个感受 现在呢应该是到达了Smart 精灵5号全球首秀的现场 这次Smart精灵5号发布会的表现形式非常贴近大自然 这也是精灵5号的使命 让更多的人走出家门 走出工作 寻找生活 寻找大自然 所以它就是想让你出去玩 OK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Smart的精灵5号 那摘车呢 整个外观可以看到变得非常的大 而且呢 肌肉线条也非常的明显 你看它的前叶子板加前高 包括它到后叶子板这里 整个的肌肉线条非常的强 那其次呢 在上方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里 它是有雷达的 在下方呢 前边 你可以看到这种LED灯带的 然后呢 车的尾部呢 在这里就是一个方合格的造型 刚才我说了这里边 整个这个屁股的力量感很强 把这个放下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台车的整个尾部呢 有一点像奔驰的一款车啊 也是一个SUV 车里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精灵5号呢 和之前不一样 已经用了这种大连屏 加上这种胶囊的这种造型 而且呢 主副架的这个屏幕呢 都是标配 全系标配 内置呢 也是AMD的一个芯片 并不是他们现在8295 什么855这种的 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 孙海的音响 孙海玩耳机的 耳机发招友 绝对很清楚这个音响 而且呢 他们也是专门为这台车去调配的 接下来要说呢 就是门板这里 实木的啊 这个一下让它的高级感变得强很多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座椅 是可以有零重力座椅的 而且呢 它座椅有加热通风按摩功能 然后后边呢 现在已经放躺了啊 昨天晚上呢 我让夏东老师坐在后排体验了一下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 夏东老师是怎么评价后排的 您觉得怎么样 夏老师 正常嘛 一个空型SUV的 正常水平 那它有没有因为 就是说下边放电池板 然后让您坐着 有一点那种 驱着 蹲着的那种感觉 没有 坐高还可以 实话就是说 是吧 坐高还是可以的 头部空间也非常的大 所以Smart精灵5号 是一台什么样的车 就像我们这次旅途一样 你要去发现 去感受 它就是一台让你去户外运动 感受大自然的电动车 当然呢 它也有户外版本 在这个版本中 甚至有内置的投影仪 但这台车开起来会是什么样呢 会不会保持Smart 灵动的特性 这次我们并没有试驾 那后续呢 有机会 我觉得 建一台车 然后带大家去好好聊聊 它的整个配置啊 使用方便性啊 包括 开起来的感受的底盘感受 等等这些方面吧